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下楼梯啊 厕所啊 等等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让患者坐在床檐 把下次患者垂下来 可以用通过重力的作用 或者是踝关节绑沙带 那么是膝关节区区达到90到95度之间 进度平台古则后题呢 我们就是术后五周到十二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负重的训练 那么患者负重呢 我们也是要从小鸡蛋开始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首先是逐间着地 这样的负重呢 是20% 然后呢 再过渡到这个足掌着地 这个负重呢 大概是20%到50%之间 然后呢 是患者呢 大部分着地 这样的负重呢 是50%到75%之间 那么完全负重是 最后呢 能够达到完全负重 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呢 我们还要训练病人的这个转移 比如说从床转移到这个坐凳上 坐凳呢 转移到这个站立位 这么一个转移训练 再下来呢 我们要对患者呢 进行一个上下楼梯的一个训练 接下去呢 我们就是要对患者呢 进行一个固态的一个训练 那么 到了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 最一方面的一个训练 主要是把这个日常生活啊 把这个工作啊 等等 这些平时生活中 主要经常从事的一些